今天是2023年6月15日 港區國安法三年前推出 中央就出手了 直接立法 當時在社會上引發一些憂慮 有人擔心紅線很難掌握 隨時就誤墮法網 法例都很嚴苛 未審可能都已經失去了自由 因為很難保釋 官方嘗試消除恐懼 都是一招的主要 不斷強調國安法只是針對一小撮人 過去三年 官員仍然在引用 違反國安法被捕或者被控的數字 來證實只是一小撮人受影響 這個說法 事實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不是這樣 因為數字 那些單純數字很少 但是那個影響其實是很大 國安法可以這麼說 現行法例裡面可以這麼說 是最重要的一條影響最廣泛和深遠的一條法例 國家安全這個概念也好 或者是一個要求也好 維護國家安全 真是遍佈日常生活 無處不在 教育局就星期二公佈了 發佈了 向學校國家安全 學校具體措施的一堆指印 最新叫做增強版 即是多些東西 更新的內容 包括就一些採購事宜 新增了一些招標文件的條款 要求學校列明基於國家安全 可以取消一些供應商的資格 即DQ他們 和終止合約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李允瑩估計 如果學校察覺到投標者有明顯違規的話 校方為免受影響 可以行使DQ權 教育局回覆傳媒的時候就說 一些資助學校要運用專業判斷 保持高靈敏度 高的靈敏度 並且視乎實際情況 包括相關的事實行為和意圖 所得到的證據等等真數 來審慎評估供應商是否曾經 或者正在涉嫌危害國家罪行的行為和活動 教育局的回覆真的好像很詳細 但你聽起來其實都不知道具體說了些什麼 學校招標供應很多時候 主要可能都是學生的午飯 或者是買一些用具 好像採購部影印機等等 這些和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呢 真的招標了 教育局的說法 剛才引述那裡 其實都很抽象籠統 也沒有提供一些具體的例子 我覺得教書也好 教育也好 學生容易聽得懂 其實都是舉個例子 但是沒有的 學校如何去評估 他們一些供應商是否曾經 或者正在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行為和活動 講到國安法 本身其實都已經針對了一些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涵蓋的範圍其實都很廣泛 人人也都需要遵守 為什麼還要去到 有那樣的指引呢 就越加越多 是不是令人擔心 就是有所謂 犯國家安全化的味道呢 這個這樣的話 其實只會是添煩添怨 也都恐怕會延續了公眾 對國安法的恐懼 另一宗新聞 昨天立法會 討論到這個大專院校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有議員問 有些議員質疑 不同學校的課程設計不一樣 質素參設 就關注到政府會不會 設計一些相關的指引 又是講指引 或者指標 民建聯的梁熙就說 部分的大學呢 就要求學生看一些短片 做一些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就當作是國安教育 他就認為不理想 就說關注學校 當局就會不會 在那個撥款機制那裡 要列明了 國家安全教育要有具體的指標 還把你的錢捏起來 選委界有一位代表叫周文港 他就說 要一些院校 有專門的國安教育 教學研究機構 我想這位州議員 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要開到一些研究機構 就說要改變現在部分院校 用一些私詞歌父代替了 國安教育課程內容的情況 為什麼不行呢 其實私詞歌父裡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涉及一些 可能一些國家的概念 其實那些是否更加容易入腦呢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就說 國安教育課程設計 就屬於院校自主這樣說 怎樣教國安國家安全 或者官員議員都真是七嘴八舌 早上個月 經文聯的立法會議員 本身也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 梁美芬 他就說到國安法已經很行 好有效 足夠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他就說 反而市民 目視了一些相關的原有法例 就說如果要普及法律知識 當中當然是重要的 當然是國家涉及安全 他就說應該將一些 現在已經生下的法例 列出來 要畫公仔畫出場 解釋清楚 令市民不再感到含糊 梁美芬就說要畫公仔畫出場 但是同一天 律政司司長林定閣在另一個場合 就訪問裏面就說 那些老師教學生國安法的時候 不應該執著法律的條文 他這樣說 他說不是要教一個法律的學生 因為老師也不是律師 也不是在教一些法律的教育 重要的是讓市民明白 國安法設立的背景 提升學生對國安問題的敏感度 這樣說 一個就是主要官員負責法律 一個就是北京很信得過的 放在基本法委員會 都是法律背景的 梁美芬 兩個人講法都不同的 怎樣教授國安法 教授相關的法律 兩個都有不同的講法 教授學校大學 就更加混亂了 公眾也會更加混亂了 所以其實如果國安 就所謂有犯國安的情況之下 真的什麼都抓到國安的話 變成了國家安全 什麼都就是 無所不包 公眾更加混亂 其實是否會更加難明白 國安法究竟是什麼呢 國家安全究竟是什麼呢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